好的救难人员 火速把伤者推上了救护车 抢时间要抢救性命 他在工地发生了意外 被救出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但是不放弃机会全力抢救 这是中午发生在彰化的工地意外 这工地是彰化基督教医院 在彰化市区新建的工程 发生意外的地点在地下二楼的地方 大片的挡土墙突然坍塌 押住了一名46岁的男性工人 他是怪手的司机 当时正在工作 人跟挖土机都被押在挡土墙的下面 被救出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生命机箱 救援上面比较困难一点 就让人员说 司机的体型盾位比较大 救援的时候搬动比较困难 他们到达的时候 工人已经把挡土墙给搬开 花了大约20分钟的时间 把人给救上来 希望能够救回他的性命 好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